记录生活,分享美食,欢迎你来到预算房美食生活 辣椒叶子属于茄苛,并且是食咬兼用的植物 作为绿叶蔬菜,它甘甜鲜嫩,口感爽滑 还有着减肥,补钙的作用 今天我就用自家菜园里的辣椒叶做一道鲜香辣,可口下饭的家常小菜 把摘好的辣椒叶浸泡,清洗干净后,装盘备用 超市里买来的五香豆干,我把约一半的量切成均匀的条状 切好后,装盘备用 这是事先泡发的黑木耳 发好,洗干净后,切成丝,然后装盘备用 因为要做凉拌菜,所以食材应该用开水烫煮过 不仅为口感,还有纹身方面的作用 先把切好的豆干放入开水中,煮上大约两分钟,然后捞出 再把切成四的黑木耳也放入锅中煮上两分钟 等再一次把水烧开后,把辣椒叶放进来 为了保持它的鲜绿色可以加一点点盐 快速捞出后,直接放入冷水中降温 然后挤去多余的水分 再切上几刀 菜就准备好了 现在我要来调这个拌菜的汁了 先剥好几拌蒜 切碎后放入小碗中 接着我依次加入了味鲜鲜酱油 香醋 盐 糖 蚝油 辣椒油 和麻油 搅拌均匀后 美味的汁就做好了 接下来要把豆干 木耳丝 以及辣椒叶 倒进大碗中 翻动一下 让它们散开后 就可以把汁倒进来了 轻轻的翻拌 让它们充分的入味 就这样一盘爽口的家常小菜就完成了 上桌前放入冰箱冷藏口感会更好 自己种有辣椒的朋友可以就地取材了 没有的朋友超市里也可以买得到 炎热的夏季 餐桌上能有这样一道 开胃可口 营养丰富的小菜 真好 今天的视频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吧